哈囉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藥 我們現在打 歐魯麥都的Extra 這個是只有熊鷹可以打齁 那我知道第一天嘛 很多人一定沒有大獎 我們現在整隊小獎來示範 那副隊長幫我帶綠骨 龍科一樣幫我帶自己的武裝 那也會建議大家突破 傷害跟血量都會比較穩定一些些齁 好 那這一次小獎裡面 算是初期招了好不好 你用切倒瑞兒郎 或者是班長犯天天哉 當隊長都可以這樣玩 你就是去消五顆 你只要一組五顆有消到三組 哇 那個倍率是125倍 超誇張 詳細大家可以點開這兩張卡面隊伍技看一下齁 你可以看到這是小獎的平砍齁 打出去是百億起跳的齁 很可怕齁 好 第二關這邊 不能手消水 那這邊就把水放到那個偵測地形裡面 好 那因為我們等一下會用到龍科 所以前兩關你可以稍微把這個龍脈儀 除滿齁 那等一下爆好的那一關就會比較輕鬆齁 好 那這邊有一個隱身 我們就等一下打過來就好 而且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現 這對血量也是很多 齁 就是直接破10萬 沒有再跟你客氣 好 那這邊他打過來之後 我們一樣去轉直行 也不用直行啦 直行是剛好吃得到昇華 那這邊就是轉五顆齁 那你有轉到三組 這邊倍率就會來到最大 那這邊就可以直接把這個傷害直接壓過去 齁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看到 呵呵 這個傷害 第二關就直接破千億 齁 還沒有任何招式使用的情況下 好 來 接著手消指令7 那這邊的話跟大家講一下SOP啦 大概就是洗一下技能 然後洗到那個挖吹 可以開 齁 就把它開下去排珠 因為這關手消指令7你有排珠會比較容易一些些齁 那這個洗的過程中呢 我們就是可以挨兩下 啊當然是有突破之後才可以挨兩下 那一邊就是再去把龍科洗到跳起來 因為這一邊 打完 我們會把龍科開下去 那開完龍科之後就是流水珠 因為等一下二血是水牆拼圖齁 那等一下我可能有做一個比較不好的示範啦 但是主要跟大家講這邊就是流水珠下來 齁 啊你要洗技能也記得去停在火焰地上面 齁 那因為我剛有消一組五顆啦 一組五顆也是有那個倍率出來 但是沒有到最大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個傷害可能不是很夠 齁 那這邊的話我們就是稍微洗一下 齁 然後洗到那個 因為這邊我們要提供大家穩定一點的劇本啦 當然你要拼手轉 手消7 然後又有3組5 這也是OK齁 只是我想要給大家穩定一點劇本 所以我會等到挖吹跳起來 排珠 齁 那這樣子會比較 讓大家可以去 多一點思考時間齁 因為排珠就會有12秒了 好 那這邊挖吹跳起來就把他打開齁 那這邊的話是 首次路過去會變新 所以記得先放手一次 不然你路過去整版會全部變新齁 好啦 那這邊因為他已經殘血 所以我就只轉一組五顆 那記得轉完把龍科開下去 然後流水珠下來 一定要流水珠 因為等下是水牆拼圖齁 那我說我做的比較不好的示範就是 對阿 就是我不小心水珠流太少了齁 好 因為這個飯田的龍科 轉完還會幫你把三直行轉成光 所以你水一定要流夠多 這邊提供大家兩個方法 第一個方法就是你原生 就是把水流很多那OK嘛 這個就沒有什麼任何相關 你就算被轉光也沒差 那第二個方法就是不要轉到分數 不要讓他轉光出來 那這樣子也是可以 反正我們龍科 主要就是弄水牆化珠出來而已齁 好啦 接著這邊就是把水牆拼進去就可以了 佐樂地形不用理他齁 我們這一隊血量超級多 所以請安心轉珠齁 完全OK 沒有問題的 好 那這邊就也直接灌過去齁 我們等下第二個龍科會用在轟膠洞 對 就剛好用在兩隻小牆上齁 爆好跟轟膠洞 好 這邊手銷到全火全木 那就去把它轉到就好 不過我現在在場上 欸 缺木珠齁 然後我抓一個角色珠之後 我自己轉到亂掉啦 所以這邊的話就也是多偷一回合這樣子 這個亂掉還蠻好笑的 好 不過沒關係 這邊沒有能力繼承齁 你就只要有轉到就好了 好 那再來就是去把木珠這一隻帶走 啊 你有銷到那個combo 不 你有銷到那個啦 五顆啦 他就直接幫你加combo 所以這邊你也不用擔心那個八康會不會很難消 完全不會齁 好 這邊就也直接灌過去 來 接著第五關齁 來 第五關這邊的話 小助益就好了啦 把爆 呃 不不不 把綠谷一技開下去 把綠谷一技開下去就會炸石化 那這邊 小助益的點就是 如果你沒有辦法一波帶走的話 他是越攻越強齁 初始攻擊是62000 第二回合過來就會死掉了 不過 基本上不可能啦 都已經開綠谷了 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現 這一隊開綠谷的技衣 其實算小吃虧齁 因為你轉到三直行五 也不用三直行啦 三足五顆的話啦 他combo很容易就加超過20了 所以開綠谷技衣的20康 反倒是小吃虧的部分啊 好 這邊我們用技衣 再把冰凍珠炸掉 那這邊就是注意不要手銷到水就好 那等一下二血就是我們把龍科用掉的地方齁 那等一下二血我也會順便展示一下 新超的技能來給大家看 就剛好趁這一部影片 把想講的小講都講一講這樣子 好 這邊的話是 凍結盾 你沒有凍結傷害剩10% 然後你凍結的話他火會滅掉 那這一關就是不能手銷火 好 這邊我用新超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齁 新超就是讓他 那個歸零 欸對 我這邊發現我那個技能確認沒有打開齁 我把他補開一下 好 這邊新超把他那個變零 所以你這樣子去消 然後打到他 他反擊過來是 沒事的齁 所以不用太擔心 那這邊就稍微展示一下 新超這個技能給大家看啦 還可以用在這種地方 有人會問啊 都把人家碎掉了 攻擊歸零幹嘛 這種就很好用啦 好 來 這邊我再開一個綠谷一技齁 那這邊的話就也是會用挖炊 去排豬 這邊補了一個立日浴茶紙 把火豬炸掉 因為這關是不能手銷到火 好 有沒有看到 立日浴茶紙的攻擊特效其實也蠻酷的齁 好 那我這邊就開挖炊去排 阿記得喔 就是要排那個五顆喔 一定要五顆 然後嚕過去 記得也先放手一次 不然會整版都是新齁 好 這邊就自己注意燃燒 然後避開 好 我這邊就是去轉那個 對 有轉到三柱 然後把龍柯打開 對 這關也要開龍柯 我剛有說齁 轟膠洞 就是我第二次用龍柯的地方 因為這一關沒有凍結啦 當然如果你有那個什麼啊 你已經抽到紅膠洞 這邊帶紅膠洞就解決了齁 阿但是沒有 我要示範全小獎配置來打這個 所以我這邊就是把龍柯吹下去 好 那這邊的話就是直接帶走了齁 你可以看到我們的傷害也是大意傷啊 很可怕 好 這邊灌過去 沒問題 來 接著第七關 第七關這個立日浴茶紙 它是鎖定六個加護 那這個六個加護你只要有留一個下來 就可以造成傷害了齁 所以這邊基本上隨意轉 就是看你喜歡怎麼轉就怎麼轉齁 好 這邊只有轉到兩組五 阿不過這個傷害也是 足夠的齁 直接帶走 來 接著王一這邊 齁 欸 這王只有一條啦 王關這邊齁 就是五屬同等 那這邊就補一個立日浴茶紙的那個三倍 讓綠谷把傷害吹出去就好 這邊不要再補綠谷的一技了 我剛有說齁 開綠谷的一技反倒是小吃虧 所以這邊的話就是盡量去把那個轉到就好 三組五顆轉到 然後傷害就非常足夠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齁 我沒有在唬爛 我只有補一隻立日浴茶紙 欸 這個傷害就直接灌過去 更不要說它傷害還有那個暗以外剩10% 好啦 那這邊的話就是全小獎配置 通關歐魯麥斗Extra給大家做參考 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一部影片見 掰撲 然後我可以看到 那我們要說 呢 搗亨